嗨,大家好,我是奶奶酱,今天给大家讲宫崎骏早年间经典的动画电影《天空之城》。 女孩希达是传说中《天空之城》,拉普达王族的后裔。 希达的祖先们突然离开了《天空之城》,在地上过起了隐居的生活。 希达也被军队控制,由于空中海盗的袭击,此时军队的飞行船上混作一团。 希达趁着混乱,撒晕了看守她的人,拿回了被抢劫的飞行石。 希达为了躲避他们的追捕,石族从飞船上掉了下去。 这时希达的飞行石发出了一阵光芒,让她缓缓落下,恰好被小镜上的男孩巴鲁接住。 隔天,希达在巴鲁的房间醒来,希达在房间里看到了《天空之城》的照片。 巴鲁说,这是爸爸拍到的《天空之城》,可是没有人相信他,被众人认为是骗子的爸爸去世了。 巴鲁发誓,一定要让所有人知道,爸爸说的是真的。 很快,海岛就找上门来了,巴鲁和希达开始了一场逃亡,但他们被军队抓住了。 一个叫穆斯卡的人,带希达看到了个巨大的机器人,用巴鲁做威胁,让希达念出咒语。 希达念出了奶奶教给他的咒语,飞行石射出强大的光,那个机器士兵受到召唤醒了过来。 机器士兵让这个地方陷入了火海之中,希达的飞行石掉落,机器人把希达送到了安全的位置,而他自己却被摧毁了。 穆斯卡得到了飞行石,知道了《天空之城》的位置。 另一边,巴鲁说通了海盗,他们救走了希达。 希达与巴鲁和海盗们一起去找《天空之城》。 晚上,巴鲁和希达驾驶着滑翔机,不幸地他们被卷入了龙卷风里。 可幸运的是,他们穿过浓重的黑暗,找到了《天空之城》。 机器人带他们来到了一棵大树前,这里是《天空之城》的入口。 海盗被军队的人抓住,巴鲁决定去救他们,可是希达却被穆斯卡抓住了。 穆斯卡带希达到了一个核心地方。 原来,穆斯卡也是《天空之城》的人,并想成为这里的国王。 希达抢回飞行室,交给巴鲁,他们一起念着咒语。 飞行室爆发出了毁灭性的力量。 这座《天空之城》开始分崩离析,只剩下一棵生命之树。 希达和巴鲁被书根保护,他们与海盗道别后,乘着滑翔机离开了这里,去实现自己的诺言。 这是宫崎骏早年间以民间传说创作出的作品。 这是一部以反抗战争推出来的动画。 宫崎骏对战争的描绘往往比现实更残酷, 表现出了她排斥战争和对大自然的热爱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。 不管你来或不来,娜娜都会在二群的世界里,每天为你守候。